四个候选人里 拉法特·马哈玛 算是优素夫的对手 他俩在各个方面 你一看都是截然不同 优素夫属于那种特别的和蔼可亲 拉法特就属于那种很冷漠 沉默寡言 不过这个拉法特特别有钱 干什么事呢也一板一眼的 反正就是那种一点幽默感都没有的 不像的优素夫啊 你要让我跟你说说孩子 我有九个呢 我跟你聊你有时间吗 这个拉法特呀 他是在阿拉伯之春之前 就已经是这个穆巴拉克 那个叫什么国家民主党的党员了 那个时候啊 他已经就是参选 做过这个就什么 国会议员 只不过呢 后来嘛就是 那个这穆巴拉克一下台嘛 他就解散了 解散了以后 这个党解散了呢 他就以独立这个参选人的身份 参的选 而且在这个地区呢 他拿到了这个得票数 应该说排第二 相当不错啊 这个 后来啊 这一次啊 就是他们这次选举 他又加入了一个党 就是这个党 这个党呢 是开罗一个 就是埃及最富有的一个家族 建的这么一个党 叫自由埃及人党 就这个人开的 完了呢 他就加入了 但是呢 这个党呢 因为他们这个地方太偏僻了啊 所以呢 就是估计 独一份 独一苗 连个什么党支部啊 什么党员 根本就没有啊 这个拉法特本人呢 呃 据说啊 也是他们这个地区 应该算是 呃 最富有的那个家族 叫阿布凯尔 这个家族里的成员 只不过这个家族呢 就是历史很短 就是富裕起来的啊 崛起 大概是 八九十年代吧 刚刚开始有钱 呃 因为什么呢 其实啊 就是当时那个家族里啊 有好多的人啊 就跑到那个科威特去打工 哎 当那个建筑工人嘛 完了就挣了钱了 这帮人呢 就回了老家以后啊 就开始学着那个外国人呢 也开始投资房地产 哎 完了呢 也去帮人家这个建房子什么的 哎 一下子富裕起来 他的哥哥啊 是在阿拉伯之春之前就去世 呃 应该说他哥哥啊 是这个家族里第一个当国会议员的 哎 你发现一个很有意思 就是他们这些富裕的人啊 特别想参政 这也说明什么呢 就是 呃 全权交易啊 在埃及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这个有权 你才有钱 这可能是他们这么热衷于这个议员竞选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呃 这个的一致 嗯 埃及这个国家啊挺有意思 就是历史啊那么悠久 哎 跟西方啊 而且被殖民了也很久很久了啊 嗯 也有一个民主的一个外貌 哎 就是那个你表面看还挺民主啊 又选举又什么的还不闹事 你看那个选举的时候从来不打架 也不会说这个还不像那个抢啊 或者说你舞弊啊都都都不是 哎 但是呢 你发现什么呀 整个从上到下包括这些选民 骨子里他有这个君主专制的本质 他觉得呀 强人管得更好 哎呦 我们这就欠揍你知道吗 没个强人这么大嘴不扇着的管不了 就全是这种感觉的 很复杂 哎 我觉得这也是当地啊 那么多议员啊 都是当地的土豪 哎 也有这个原因吧 还得多看两本关于爱情的书 搞不懂 但是我觉得呢 也可能真的跟这个伊斯兰文化真的有关系 这个话题就太敏感 但是我依然想看多几本书 给你们讲讲 反正是我的一个感觉啊 好 接着说 有一天晚上呢 这个拉法特呀 就又去那个爱白多斯 完了呢 这个乡下去拜票去 这海斯勒呢 就跟着呀 也去 说你能不能带上我呀 就把他给带上了 我天 他一看啊 这去不带票 就跟那个人就不一样了 就那优素夫 跟他那种一家一家跟人家去啊 参加葬礼啊 那价值不一样 这拉法特 你想大土豪啊 那一行人乌拉拉十几个人随从跟着 一辆奔驰 一辆吉普车 完了两辆面包车 乌拉拉十几个人 傍晚启程 这个特别有意思 就是在埃及呀 好多大事啊 都办啊 都是晚上办 你知道吗 不知道为什么啊 这可能白天太热了 反正啊 这一路啊 全是土路 沙路 完了两边啊 也就是那种木栩啊 还有那种小麦田啊 一路走 走呢 就是一站一站啊 都是由这个拉法特的一个亲戚 哎 决定 他这个亲戚我们后边再讲啊 就是他说到哪到哪 咱们就去哪 完了到这一站了呢 他们就下车 下车了以后呢 就到一个乡下 人家一个那个家族 里边有一个会客区 要是这个家族呢 比较富裕的话啊 一般的这会客区啊 就是像一个那个 露天的那个 那叫什么 叫什么 露天井 哎 反正就是说 能看见天 但是呢 四周有房子的那种 也不完全像咱们的四合院 因为 好像 嗯 不大一样 但是 应该是有围墙啊 一般呢 都是什么呢 就是年轻人 哗 先都站好了 把你从那个门口那迎进来 完了呢 这个 这些长辈啊 就这边都 有沙发 估计今天那也不怕下雨吧 所以 那沙发估计都摆外边啊 就开始落座 然后呢 这些这个年轻人啊 就一个个过来啊 跟这个客人 一个个问手 握一下手 把自己的这个手里拿着的这香烟啊 给你一根 你想他这两排的年轻人啊 一个个过来啊 而且那个 像阿拉伯人啊 他们那个 见面那个 礼貌的那个 流程啊 特别长 哎 你说一句 我再一句 你回一句 我再来一句啊 这么来来回回的好几回 结果呢 这海斯乐啊 每次就是 有一次他差不多 就是这一会面啊 他接了二十几根烟 一根接一根 你就像二十几个年轻人 在那排着 每次海斯乐都说 不不不不不 我不抽烟 不抽烟 那不管 都搁你这 等这些地烟啊 敬意啊 表完了啊 这年轻人就开始上茶 上饮料 整个这个会面期间啊 年轻人是不许坐着的 全都站着 规规矩矩 站在两旁 这个长辈呢 完了就跟这个 拉法特来的这些人啊 都坐在沙发上 嗯 他们这个随从里啊 有四个人 是负责开车的 完了一个人呢 就是这个负责 这个安排行程 安排组织什么的 还一个呢 就是年迈的一个以妈 这个以妈母干嘛呢 就是到一站啊 他就得咕噜咕噜 先念点祈祷词 走的时候 也得咕噜咕噜咕噜 再念一段祈祷词 另外呢 就是他的那个亲戚 叫阿布的 这个亲戚是干嘛呢 就是专门负责啊 他来喊 呃 结束 这个结束呢 就是开端章开端章 就是念经念经 完了 那个姨妈妈就开始咕噜咕噜咕噜 哎 大家也知道 结束了 就是起床 起来走 这个阿布啊 呃 哎 胖胖 拿一个木杖子 完了呢 围的那种 特别传统的那种围巾啊 每次啊 这个年轻人一过来啊 这个 马上 这个给他垫地料 他就特跋扈的那样啊 坐那 甜点 点 点心 完了 这小伙子 咕咕咕咕咕咕咕 几个人啊 一路小跑 赶紧给他拿巧克力啊 拿饼干啊 什么的啊 这个海斯勒也觉得奇怪 说你说这个 在上埃及啊 这政治都属于夜猫子吧 反正啊 就是所有的这种社交啊 这种的啊 全都是一直 干到半夜 这好像也跟他们的文化 或者是吃斋呀 都有关系啊 因为你看 不光是因为热 你在上埃及 确实是这样 但是你看那个 在阿富汗 也是 很多的这个约会啊 会谈啊 全都是给你安排在这个 晚饭以后 或者是你过来吃晚饭 一边吃着饭 咱一边把这事给谈了 反正就是海斯勒就想着一路啊 也不知道那亲戚 到底吃了多少的点心 反正啊 随着他的每次的血糖往上升 哎 他呢就把那吃的巧克力啊 那包装纸啊 都已经空了嘛 啪 往脚下一扔 拿着手杖 光光光一触地 开端章 开端章 开端章啊 就是古兰经的第一章 一般的就是 一念这个经呢 就表示 拉法特要走了 哎 拿了那姨妈木 要开始起伏了 但是什么时候 开端章开端章呢 完全是要随着这个 亲戚啊 自己的个人意愿 有时候啊 刚落下 没坐稳 那屁股都 一分钟吧 也就 就开始喊 开端章 开端章 有时候呢 就长达半个小时 他也不喊 这个 拜会过程啊 就经常 因为这个时间太长啊 出现特别尴尬的沉默 因为这个 你来拜票 一般你都是 哎呀 跟人家讲啊 我有 哪怕演讲 或者有个稿也行啊 什么都没有 也不跟人家介绍介绍 我打算这个以后 我要是上任了 你们把我选上了 我干什么呀 也没有 这个拉法特呀 这个人啊 就是一个不太爱开口的一个人 你不说了吗 很冷漠的一个人 人高高的啊 这穿的这个罩衫啊 那细条 细纸条的那种啊 他们那种典型的阿拉伯罩衫 一看就是那个质量特别好 肯定特别贵的那种 一般就是往那个 就咱们叫什么 头座是吧 主座 主座那一坐 眼睛就盯着这个整个这个 拜会的场面啊 一直盯着 也不说话 盯到直到盯到 他那清醒大发慈悲的 开始喊 开端章 开端章 接待他的人啊 或者说跟随他的人 也没人介绍一下啊 我们现在这个人啊 这个拉法特呀 都是干过什么呀 经历呀 工作经历呀 或者说 也没人呢 就说比如说 故意恶心你呀 说哟 以前你是穆巴拉克 那个党的呀 现在你是哪个党的了 没有人会这么跟他 当面问 另外呢 他现在新加入那个什么自由埃及人党 也没人问 在这个地区啊 就是你这个党啊 对这个地区 老百姓来说 没任何意义 本来呀 就是他新加入的这个党啊 就是可以给他支付 就是你在报纸上 刊登广告 做宣传 哎 我给你付钱 当然你比如贴个大海报什么的啊 也给钱 可是呢 他们这个党在这儿 没党支部你知道吗 而这个地区连个报纸都没有 所以他登广告什么这那的啊 完全没地儿登 他也没法支这笔钱 海斯勒发现啊 就是停留 这个时间长短啊 完全是根据这个家族的重要性 和有钱没钱 呃 成正比的 就是你的钱越短 那停留的时间就越短 你的钱越厚 哎 那停留的时间就越长 富裕的家族吧 一般而且会面的时候呢 多多少少会提一些要求的 哎 求帮忙 当然要求啊 一听呢 都是鸡毛蒜皮的一些小事 也要求不高 比如说大多数都是跟这个停电有关 大概也是因为啊 这个拉法特啊 他以前啊 是在这个当地电力部门的一个官员 这海斯勒也发现了 就是埃及的官员啊 大多数都是这样 就是在任职上啊 在位呢 他对老百姓啊 没干什么实事 服务极为的有限 但是呢 他得到了这个关系网了 结果呢 就是他卸任了以后吧 哎呦 这民间就觉得 妈呦 你在那个政府那干过这个了 那这个我找你求求你帮个忙吧 结果反而让他在民间更加的如鱼夺水 哎 成了一个比他在任的时候 还有用的一个人 你比如海斯勒 就听着那个人家拜会的时候 人家就求这个拉法特 说你看见没有 我们现在有三个房间啊 还有那个九盏路灯 没有用电许可呢 你能不能让他们来给劈一个 再一个你看你来的这一路上啊 没灯吧 没有啊 没灯泡啊 这拉法特的 我们试着帮吧 帮吧 傻傻 我们一直都受到你哥哥的帮助的 哎呀 愿真主令他的灵魂安息吧 他当代表的时候啊 只要我们跟他一说我们缺什么 第二天真的就有了 是啊是啊 他真是一个传奇人物 哎 愿真主令他的灵魂安息吧 是啊是啊 愿真主令他的灵魂安息吧 我们也祝你啊 当你当选啊 如果真主允许的话 一多半都废话啊 完了这个拉法特又说 行 我们马上送来四五个啊 路灯 其余的嘛 可能得稍微等一等啊 稍后一定会处理的 可是我们还有一些灯泡 你知道那桥上那个灯也得用 那桥黑咕隆咚的 没灯泡 嗯嗯嗯 好 真主允许的话 拜会啊 还有一个话题 就是部落问题 你比如吧 那个我们上期介绍的那个 优素夫 他呢就是侯瓦拉部落的 这个拉法特呢 是阿拉伯部落的 海斯勒呀 嗯 没来这之前啊 根本不知道 就因为在开罗待着嘛 呃 大都市的 没想到这个部落文化 在埃及这么重要 比如啊 嗯 你像这个埃及啊 他其实以前是个农业国 你这个阿拉伯的那些人啊 他们是这个沙漠 有目民族 所以他觉得你在埃及 你不可能还有什么部落 因为多少千年下来了 他是定居的呀 不应该有部落这么一个概念呢 哎 但是他到这儿啊 他发现了 哎 太太有意思了 这儿啊 分两个大部落 而且这俩大部落啊 你要是他不跟你说 你不知道他是哪个部落的 都讲的都是埃及的阿拉伯语 完了打完也一模一样 长相也分不清 也没什么都一模一样 都是差不多 都是信穆斯林 完了呢 都是农民 也不是牧民 完了呢 最逗的是 全都说自己是阿拉伯战士的后代 祖上是七世纪的时候 从沙特阿拉伯来的 这海斯勒呢 就跟那个附近的 那个阿拉伯多斯的 那帮考古的就聊起来啊 这帮考古学家一听就乐了 可无济之谈嘛 真是的 跟那个海斯勒特别熟的 那亚当斯啊 就是那个 他们那个考古的 那个遗址的 那个考古学家嘛 因为也是从美国大学来的嘛 他就说 根本不可能 你知道来征服埃及 来的阿拉伯人 总共才多少人吗 四千士兵 而且啊 那个时候的阿拉伯人啊 就是根本不可能 跟你当地的人通婚的 你到现在也是啊 阿拉伯人是只在自己的 本部落里边通婚 世世代代如此 这儿我得说两句啊 我一直感叹这个 你包括就是 我看那个沙特王妃啊 还有那个 那个国王啊 那几个孩子啊 完了叔叔之间打架 那种低智商 你知道吗 我就感慨啊 他全都是表姐表妹表兄 这么结婚的 所以啊 你知道吗 这个近亲结婚啊 真的那个智商会 这个降低的 所以你就想啊 前一前两年干出那种 就是在人家土耳其大使馆里边 把人那个卡舒奇 活活给肢解那种蠢事 估计也就是他们这种近亲 这个结婚 能够干得出来的 人家未婚妻还在那个使馆外边等着呢 完了你那个 你虽然把那个什么音响开开了 整个使馆好多人都听见那惨叫了呀 你就想他们蠢到这份上 不理解是吧 哎 真的 他真的全都是 你看吧 那个所有的那个 就是沙特王室的那些王子们 那些兄弟国王们 全都是表兄表妹 妻子 王妃 全都是 你近亲结婚啊 接着说啊 后来就是这个他们那考古学家说 不信你 你上我们那遗址 你到那个遗址上的墙上 你看那雕像去 跟我们这工地上的工人 长得一模一样 没有阿拉伯血统 确实啊 有那么一小谷子人呢 称自己是猴瓦拉的 这拨人呢 他们呢 是从贝都英 有一个部落 移民到这个上埃及 这块来的 确实他们是 这个贝都英的一个部落 但是呢 这个贝都英呢 是来自西北飞的 不是那个就是 他们觉得的那种 纯正来自波斯湾沙特那边的 而且啊 这帮人是中世纪的时候 才来的 而且来了 就跟当地人通了婚了 哎 那你就说什么呢 就是他过来的这拨人啊 已经不是纯阿拉伯人了 阿拉伯人的那种就是传统的族内的内婚的这种传统的啊 已经不守了 说明他的那个上一辈也不守 那就等于就什么呢 就是他到这就跟通婚了以后吧 就已经跟当地融合了 就是等于没有继承下来 纯正的阿拉伯文化特色 所以说啊 就是他现在这当地这两个部落啊 跟这个阿拉伯 毛关系都没有 但是呢 他们就想往上靠 不过啊 这个说这个阿拉伯人呢 呃 其实这个词啊 也是很晚很晚 大概50年代流行起来的 这也是当时那个纳塞尔那个时代啊 他提倡这个泛阿拉伯主义 哎 发明的这么一个词 嗯 你想这个本身 他们自己啊 并没有完全的这个 哪个民族过去好多部落吗 对不对 谁也不认谁 我告诉你 那时候就那可不吗 沙特就是后来打打打打打 就因为兄弟多 生的儿子多 所以那个部落打胜了 好啊 我看看讲到哪了 接着说啊 这个日子一久啊 这两个部落的这个概念啊 也越来越明显 其实啊 就是想跟这个选举呢 让自己的背景听起来啊 呃 更光彩亮丽一些 这个布巴拉克那个时代啊 特别的强调国会选举 哎 主要是让人一看 你看看 你看看 我埃及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但是呢 他只重视那种开罗啊 大城市啊 或者其他的那个大省市啊 像这种阿巴多斯这种偏僻的小县城啊 呃 根本就 懒得插手 像那些地儿 他肯定是使猫腻的啊 嗯 所以呢 就是你像这种地方啊 你只要被选来了 选来了 直接就给你招安收编了 就完了 对吧 不听不听 你毕竟是少数嘛 但是大多数就是直接就招安了 曾经这个屏幕上这个啊 他是丹麦的一个人类学家 叫汉斯尼尔森的 他就说过啊 像这种的啊 就是选举竞争啊 如果你不是用党派这种方法 只是独立人的这么一个方式来出来啊 肯定没戏 那怎么办呢 就只能就是当地人一定会发明一个代表自己派别的东西出来 就是我即便不是党 但是我也得有一个东西能够代表我是一个大群体 他曾经啊 就观察过这个埃及的整个和尤其是这个埃及南部的选举 他就发现啊 其实啊从这个六七十那年以前啊 谁都不知道什么 什么选举 那么跟他们一点概念都没有 后来就是发现了 哎 要选举了吗 那我们怎么能够这个选呢 选着选着 他就得知道了 我必须是用这种部落的方式来认同 要不然的话 我号召力不够啊 宣传力也不够啊 完了我代表的让人觉得哎 他能代表我这拨人 这种东西你得举排排啊 这排排你举什么呀 哎 就是部落 没有党嘛 那就是部落了 当然就是为了这个选举呢 这个部落啊 也开始想着 我怎么能够让我的这个部落听着光鲜亮丽呢 编历史故事呗 他就追踪过啊 有一个候选人 这候选人啊 一边败票啊 一边身边就拉着一个在当地搞这个文史工作 这个人呢就随着他啊就开始跟人家讲 我们这个部落我告诉你 追踪上去 我们的祖宗跟沙特那是 我们是他们那来的 你知道吗 这讲的呀 你想在这个信穆斯林的这个信仰里边流行的啊 大多数因为都信穆斯林了嘛 所以就比你是埃及法老这个后代有吸引力 正宗 对不对 阿拉伯那边的 所以啊 在这个整个其实埃及的穆斯林眼里啊 他为什么就说人家觉得到了埃及有点那个断片呢 觉得怎么回事 跟你的这个古埃及的文化完全没关系呢 因为在法老在他们的所有人眼中啊 是个异教徒 不是我们伊斯兰教的 有点像 嗯 就是 捏造出来的自己的这个部落 捏造自己的这个历史 部落历史也是捏造出来的 为了什么 为的就是选票 很有意思 好 我们下期接着讲 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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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见